一年365天,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我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打球喜欢用手去扯 很多球迷朋友们打球的时候用手去扯 一看到球,手就上去扯 变成我们推出去 把我们的走关节,把我们的大臂往上扬 用手打球比较多 今天这个小诀窍,你就可以去学习 把一个乒乓球夹到你的胳膊肘底下 再这样子去攻球,他的手不会去扯 如果你的手去扯的话,这个球就掉下来了 所以说你把这个球压在这个位置去攻攻球 攻多了以后,你的球就不会手抢 全部是用身体去带动了 就是有身体去打球 板板有重心了 有身体去打球比较多了 有身体去打球比较多了